杨兰和吴征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和在国内 培植和训练国际上蛇和燕子最好的样板 杨兰最早九十年代的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他就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部培训的人物 吴征是从小从上海派到海外的 从小培养的根红苗正的特务 然后杨兰从国家安全部 从国关学校到国家安全部 然后被调到最后到了军队里面去 成为军职 从军职一度时间又到了政法委 也就是公安部 到一局 从一局又回到了军委 也就是二部 杨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部 正儿八戒大校级的干部 他不是将军 他是大校级的 杨兰是到现在为止 是国家派在国际上的所有的 有目的完全合法的代表国家形象的 大外宣第一人 过去几十年 你们看过有几个像杨兰一样 到全世界各地访问所有的领导人 今天七哥在这告诉大家 所有你们看到照片访问什么李光耀啊 当时的柯林顿呢 全部协调者就两个部门 中国外交部 外交部有时候出函 中国战略协会 生活对外战略协会 这都是国家的合法的情报机构 一个国家的外交部 来为他协调 你去想想他能是普通人吗 像杨兰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有多少呢 最起码的上千人 但是混到杨兰这个级别的没几个 能混那么长时间的没几个 这不是开玩笑的 只有杨兰可以让宋主英 只有杨兰有这个有这个本事和无证 告诉宋主英今天需要你出面 我们要跟国际上什么人什么人见面 宋主英必到 为什么知道吗 不是杨兰多牛 是杨兰的组织有多牛 但是这你就 View 是杨兰多牛